大家好,我是希娜 今天我们接着上第二堂简映的课程 今天主要要讲的是字幕功能介绍 我们知道在我们看电影的时候 通常里面是在说话 我们也看到这个屏幕上 有这个说话的中文字幕或者英文字幕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这样一个功能 在我们原有的录制好的视频里面 它是没有这个说话的字幕的 但是它里面肯定是在说话 不能说没有声音 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简映的软件 把那个里面说中文或者说英文的 这样的说话把这个翻译出来 然后以字幕的形式把它显示出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怎样从原来的视频中把这个中文字幕翻译出来 然后把这个英文字幕也怎样自动的识别出来 然后以字幕的形式加在原有的这个视频文件里面 那最后呢我们会介绍一下这个字幕 字幕呢它的文件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式 是呢SRT 那有了这个字幕文件 你这种把它存成文件呢 有的朋友可能以后呢用别的软件呢 再做一些编辑或者整理 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好那我们看一看 首先我们要做什么 那当然我们首先要把这个简映的软件打开 打开了以后 那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界面 这是我们上堂课给大家介绍的 那这个界面呢有三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左边的上面的 就是我们要按这个开始创作的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要做的文件呢 就是把它导进来 那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做过修改 或者编辑的这个素材呢 它就会把我们这些呢文件呢 存在这个左边的下面这个地方 这个存的文件呢叫草稿 在这个简映的这个软体里面 在别的软体里面呢 可能叫项目 那右边的这一块呢 那就是介绍一些关于简映 或者一些信息就在这里显示出来 那我们看下面一个屏幕会是怎么样的呢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 那我们今天呢要做一些演示 要告诉大家把我们的计算机先测试一下 好那我们按了一下这个设置的这个键以后呢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用户协议 那下面一个呢就是使用环境检测 这就是我们要看的 就是测试我们计算机的这个指数的 好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下载安装的这个软件的版本号 那这个呢大家呢有空可以把前面的这些呢都可以打开看一看 到底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条款 那我们现在重点呢就是看看我们计算机到底符合要求 用这个检映的软件 好那我们呢按了这个环境检测的这个报告 会出来呢像下面这个样 这个呢是在我的计算机上面 让我本身的这个计算机检测报告呢 他就说您的设备可流畅使用 检映的专业版就是没有问题的 那大家呢计算机不知道 每个人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配置 那大家不管怎么样都会得到一个报告 好那我们通过了以后呢 这个检测以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按这个开始创作 按了以后呢进入的界面呢 就是这样一个界面 我们上堂课也介绍了 这个界面呢有分几个区 第一个区是左上角的 这个呢是功能区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软体本身的这个功能键都在这一块地方 那我们今天呢 着重呢就是要讲这个文本的 也就是我们字幕的这个键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功能 我们可以用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导入了文件以后呢 这个紧挨着呢有一个播放器 这个播放器呢就是我们是什么样的文件 在这里呢是可以显示出来的 如果是一个视频呢 那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播放视频 如果是一个照片呢 这里就会显示是一个照片 那如果是一个音频呢 那这里呢就是可以播放音乐的 好最右边这块区呢是什么呢 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说了 这是一个属性区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选中的任何一个文件 比方说是一个视频文件 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右边的这个区里呢 他就会把视频文件所属的那些属性呢 在这里显示出来 那如果是说我们是一个字幕 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们加了字幕呢 那这个呢我们一按这个字幕呢 他就会显示出这个字幕的一些属性 比方说我的字体 我的大小 什么样的形式 待会我们做演示的时候 大家就会看得很清楚 那这个下面是一个什么区呢 下面就是我们编辑的这个区 那任何一个文件就是我们导入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拖拽到这个编辑区 这个编辑区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做任何的编辑 用这个软件本身的这些功能 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要用文本的这个字幕的这个功能呢 在这里做一些编辑 好我们下面接着看 这个现在是我们要导入素材了 上一趟课呢我们做一下演示 就是用它本身这个软件带的素材 我们把它打开了 导入了几个以后 把它拖拽到这里 合成制成的一个小电影 是吧 那今天呢我们要用我们自己已经做成的这个视频文件呢 我们要把它导入进来 那这个导入呢就是按了这个导入素材的这个键呢 要去我们的电脑里面 把这个音频文件呢 把它视频呢 把它导入进来 这是我们上堂课做的这个一个视频 那我呢就把它导进来了 那导进来呢大家一看呢 这个播放区里面呢 就可以显示我这个视频在这里 那同时呢你看这个属性区呢 就把我这个视频本身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属性呢 它都在这里显示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这三个区 那这个区呢就是我们在这里编辑的 这个编辑呢它是按时间 从左到右这样一秒一秒的往前面走的 好那我们接着看下面一个会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做这个字幕编辑呢 我们首先呢要按这个文本的功能键在这里 按了以后呢就在左边这里呢 会出现一个识别字幕 那我们要按一下这个识别字幕 按了以后呢那这里呢就会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识别了 那我们一按这个开始识别呢 那它就会走到下一步去 那这个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几个区 这里我把它标注了 这是属性区是不是 这里呢是我们的边界区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在我们就是识别 按了这个开始识别以后呢 大概来过一下 这个呢就添加了另外一个素材到这里了 这个素材呢是从哪里取出来呢 是从我本身的这个录制好的这个视频文件里面 我以前在这个视频里面我是在说话的 那说话呢通过这个软件呢就把这个说话的把它分离出来 成了一个字幕这个字幕的这个素材呢 就叠加到我以前的这个视频上面了 那这个完了以后呢 我们还需要检查一下 因为它是通过这个软件自动翻译了 那我们要看它翻译的准确高不高 如果它不是那么准确 那我们还需要做一些修改是吧 那就是第七步字幕识别完成后 我们在编辑区新增的字幕素材 也就是上面的这个 这就是我们新增的字幕素材 那然后呢 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进行修改纠错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它就会显示 因为你播放的时候 它就是分时间段 这样一段一段的播放 是不是 那同时呢 这个字幕呢 会显示到这个上面 那我们要看每一句话 它说的对还是不对 我们如果发现这句话说的不对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它按住 就停下来 那我要做修改 我按的时候呢 那在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做修改 纠正了 那大家要明白 这个字幕是本身这个视频里面 以前呢 是有说话的 只是说呢 它没有字幕把它表现出来 那我们现在这个字幕呢 是根据我们以前的延伸里面的说话 把它翻译 然后呢 通过这个软件呢 把它挂在我们以前的这个视频上面 而不是说凭空的 我这个视频本来没有说话 你说这哪来了这个说话的呢 以前如果视频没有的 那你用这个软件 这个文本的这个功能呢 它也不会跟你加上这个字幕 这个字幕就是我以前本身都有 只是说呢 以前只是在说 但是没有字幕显示出来 现在通过这个软件的这个功能呢 就是可以把它提取出来 然后呢 把它挂在这个视频上面 好 我们看看下面的 那你说我做完了修改以后呢 我怎么把它导出去呢 我怎么把它存到我的计算机里面去呢 那我们就要用这个导出的这个功能键 在这里要按一下 然后呢 这里呢 就是导出 那就是花一点时间 我们就看到呢 这个文件呢 就会把它存到我们的计算机上面 那这个地方大家要看 这个在存的时候呢 导出的时候呢 首先这个文件有一个名字 它现在这个系统本身的软件的命名呢 是根据时间来命名的 比方说今天是几号 它我们把这个几号写在这前面 然后呢 是什么时间 我们把它导出的 那它就给我们自动的生成了这个文件的名字 好 那下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它把这个文件导出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个呢 我们大家一定要自己要搞清楚 不要说一导出 我自己根本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也没看清楚在什么地址 然后就导出 那导出了以后 都不知道这个文件在哪里 所以这一个两个呢 是可以改的 你可以命名一下 自己觉得后面加上一个 说是简映的字幕 好 那我就知道 按照时间 然后呢 这个简映的字幕呢 这是这个文件的名字 然后呢 我希望呢 它存在我指定的这个地址 在我计算机里面 我下次去找 我就能够很方便的找到它 所以这两个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要不然我们存了以后 把它导出了以后 也找不着它到底在哪里 叫什么文件 名字 也不知道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呢 就是这个文件 导出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分辨率也是多高 还有呢 这是它的一些属性 我们也知道 它的格式是MP4 所以这些呢 当然是把这个文件 就是软件的本身的设置 大家也不需要动它 就可以了 只是大家要了解 这些是什么意思 好 我们导出了以后呢 就是把它存到我们计算机了 我们待会做演示的时候呢 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下 存了以后 到那里找到 然后呢 我们播放一下 是个什么样的效果 那最后一个呢 我们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说这个你说的这个字幕 那挂在那里 那是不是可以把它存成一个文件呢 这个现在呢 简易本身呢 它没有这个功能 不能导出这样一个标准的 SRT的字幕文件 但是呢 我们可以借用一个 其他的这个软件呢 帮忙来做这个事情 我在这里呢 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SRT的文件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你把它存成一个文件呢 它通常有一个1234 你看我现在是剪了一个评 它通常呢 还有呢 就是按照它的那个时间呢 大小啊 怎么样的 就是呢 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记在这里 然后呢 下面呢 就是一个真正的 把我们这个音 就是这个视频里面的 如果是讲中文的 它就把它中文翻译出来 如果是英文的 就是英文的这个字幕的 具体的内容 它都把它提出来了 然后呢 存成一个这样形式的文件 这个文件是干什么用的呢 因为做这个编辑的软件有很多 那如果大家做的比较专业的时候呢 那我需要有一个 把这个字幕取起来 提出来了以后 存成一个文件 然后呢 我再用别的这个软件呢 来去做编辑 然后呢 这样呢 就用起来就很方便了 好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的内容 那下面呢 我就来跟大家做这个演示 一步一步的到底 我们看看这个文本的这个字幕是怎么用的 好 那我们来做演示 首先第一步 你要找到这个简映 在我们的计算机上面 然后双击一下 把它打开 打开了以后呢 它就有一个界面 会出来 这个界面呢 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 第一个就是这里 我们可以按这里 开始创作的 这个下面呢 是一个存储的 就是把我们做的这个草稿呢 都存在这里 像我这里已经有了几个草稿了 那还有这个右边呢 就是说 有一个 我们今天要用的是这里 有一个 大家记住 这是一个设置 我们按了这个设置以后呢 可以看到用户协议 那这个用户协议呢 大家有空呢 可以去读一读 看看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 这个规定啦 是些什么样的条款啦 这个就是大家可以读的 好 那还有呢 下面有几个不同的是吧 那大家呢 有空都可以把它读一下 那这个呢 我们今天主要的要看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要看一下 这个使用环境检测 我们按了一下呢 以后呢 它就在这里 查我的计算机本身的设置了 它查完了以后呢 会有一个屏幕显示出来说 您的设备可流畅 使用剪映的专业版 那这个呢 就是我的计算机就通过了 没有问题 那大家的计算机的设置怎么样呢 在这里有一个报告 如果这个设置比较差一点呢 那可能就是在用的过程当中 有死机啊 或者是挺慢的 这样一些现象出现 好 那我们现在检查完了以后 我们要开始真正的创作了 那我们按一下这个加号 这出来呢 就是另外一个界面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一个区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功能键的区 那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呢 是这个文本的也就是字幕怎么样 我们去把这个字幕把它翻译出来 然后给我们挂在那个以前的视频上面 那第二个呢 就是播放器 这个播放器呢 也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文件呢 在这里就可以显示出来 可以播放 那还有呢 这边一个呢 就是播放的时候呢 它有什么样的属性 它会在这里显示出来 这下面呢 就是我们 要把我们的这个素材呢 把它拖拽到这个区 这个区呢 就是我们可以做编辑的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导入素材 我们今天用的呢 是我们自己以前已经做好的视频 那这个呢 我选的例子呢 是有一段我以前录制的 你们有说英文的 也有说中文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看一看 这个用剪影的这个字幕的这个功能键 它能帮我们做自动翻译吗 翻译的这个准确率怎么样 我们今天就可以试一试了 好 我把这个文件导入 这个呢 就是我以前的一个视频文件 那这个文件呢 我们当然只是做一个例子 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些演示 这个里面呢 有说中文的 也有说英文的 那我们看一看 那首先 我要把它拽 拖拽到这个编辑区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播放了 那我这个播放我看一看 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来开始一个新的节目 好 那这个呢 它是里面本身有说话的 里面呢 现在是在出中文 后面呢 也有说英文的 好 那我们现在要用这个文本的这个功能键 我们要把以前说话的呢 要把它给我自动翻译出来 并且呢 以字幕的形式呢 把它显示出来 那我们要看看 要怎么做 首先 我们按一下 这个文本的功能键 按了以后呢 在左边 大家可以看见 有一个叫识别字幕 我们再按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这个开始识别 好 我这个是一个五分钟的 这样一个小视频 那我们让它开始识别 好 我们就等一下呢 你看这里啊 这以前呢 只是一个视频文件 这个素材在这里 待会等它识别完了以后呢 我们看它这里是不是加了一个另外的素材 也就是我们要的这个字幕的这个素材 待会完了以后呢 它就会自动叠加在 看 这个就是它自动识别出来的 现在呢 就叠加了一个 这个素材在这里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来看 你看这里啊 这里就是字幕 就挂到这里了 那我们呢 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看这个字幕呢 它到底给我们自动翻译的对不对 如果不对 我们要怎么做 要在哪里去改 那还有呢 这个字幕呢 你说这显得好像太小了 也不太好看 那我是不是可以修改一下呢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啊 这个你看我们说的属性的这个区域 这个现在呢 它就把它反映出来了 你看我现在是一个文本的 那大家都 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 那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字幕的文本 这个文件 它就在这里可以显示出来 那我们首先改一下 大小 大小呢 我们在这里拖转一下 看见没有 这个呢 是可以放大 也可以缩小的 好 那这个位置呢 你说我可不可以变呢 我也是可以变的 是吧 还有呢 你说哎呦 这个白的我不太喜欢 我能不能把它改一下 别的format呢 当然可以改了 这个因为我们是选中的这个字幕 那这个字幕呢 它的属性呢 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了 你看这个是文本的 然后你还有排列 怎么排 就是你行句啊 还有这个字句啊 你可以加可以减 你可以说 你看这个 它是可以在这里调整的 还有对齐 是左边对齐 中间还是右边对齐 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还有呢 你可以加一些比较 就是fancy 就是很新鲜的东西在这 你看 加一下 它就会出现一个 这样的 是不是 所以说你这些地方呢 就是在这里可以做一些 就是润色吧 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这个字体 我们想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让它呢 比较容易读起来 这个有反差 看起来比较容易看 那我们可以选什么样的呢 我们选个这样的看看 你看 它马上就变了 是不是 所以说呢 这个呢 是我们选中的这个文本的文件 你首先要选上 你不选上 这个属性是不会出来的 那我们试一下 如果我现在不是选的这个文本的 那你说它这个地方表现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属性呢 我们试一下 看看 这个呢 就是我本身的这个视频里面的 我现在点上了这个视频 所以说呢 你看它这里呢 就是你在这里就可以调的明暗度 是不是 还有呢 说磨皮 我可以把我的这个 来变得 smooth 就是一些 就大家 那你有空可以在这里试一试 这个呢 就是 还有可以旋转啊 什么这样一些 各种各样的功能 在这里 那这个还有背景呢 有什么蒙版呢 所以这些呢 你在这里试 试了不好呢 都可以还原 到这个就是跟以前呢 是一样的 就没有动它 还有一些呢 你看这还有音频 是一些什么样的属性 还有便 我们可以把音量加大一些 好 你看 还有动画 还有变数 调节各种各样的 这是呢 就是说 你每一个文件的这个什么样的格式 它就有什么样的属性在这里 那这里我们选上的是本身这个视频 那我们如果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文本 也就是这个字幕呢 它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些属性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做调整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核实 就是来校正 如果它和我们自动翻译的 如果翻译的不对 那我们就要做一些矫正 那怎么做呢 好 我们就开始 一句一句的跟着原文来对照 如果它说的不对 我们就把它停下来 然后做一下改正 每日学英语 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呢 怎样给医保公司打电话 通常呢 我们在引入呢 我们好 这里呢 引入 这不是我的本意 我说的是引入 所以这呢 是一个错误 那这个错误呢 我们要把它要双击一下 就是一定要选中这个 它才会出来 那这里呢 我就要做一些修改 因为我知道是引入 我说的是英文 它就 因为我说的不太标准 所以它给翻错了 我也是中英文 就是夹的人一起说的 好 那我把它改正了 那我接着往下面 我们的 在登记好了 我们的红蓝卡以后呢 就会寄来一个医疗卡 这个医疗卡上呢 有很重要的信息 像member ID 好 这里呢 又出现了一个 它翻译的不是那么准 是吧 好 这个如果说我们这选没选中呢 我就再回去一点 我现在要选上 你看 我说的是 Member ID 它给我翻译错了 是吧 那我现在呢 我就要把它改过来 好 我们接着再往下面 在 Member ID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小学公司打电话 去询问 那我们怎样去打这个电话呢 通常我们需要呢 有一个中文翻译来帮我们 传扰我们的信息 我们担心呢 我们的音语说的不好 好 这里呢 我们又发现有个问题 我说的是我的担心我们的英语说的不好 而不是英语 那它又翻错了 是吧 那我们呢 要把它改过来 说是 英语 而不是英语 好 接着往下面 我们担心呢 我们的音语说的不好 它中间呢 有出现什么问题 那我们怎样说这样一句话呢 通常呢 我们就要用英语这样一句话来表示 Can I have a Chinese 好 这个地方 你看 它呢 是自动把它翻译出来了 是一句英文 它识别出来了 但是呢 我讲的不准 它翻译呢 也把它就翻错了 那这是 Can I have a Chinese interpret 但是呢 它就没把它翻准确 那我现在呢 就是要做一些修改 是吧 这个修改呢 就在这里做 但是呢 这个软件呢 它是可以自动识别 我说的是英文 它就出的是英文 我说的中文呢 它也差不多出的是中文 是吧 只是说中间呢 有一些误差 那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做矫对 interpreter Can I have a Chinese 好 这一句话呢 它又办了有一些差错 那我们呢 又要改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能要一个中文翻译吗 那通常对方听到这句话呢 他就会问你 你是要国语的 还是要讲广东话呢 那通常如果我们需要国语的翻译呢 那我们就说 landery 好 这个呢 他又没听懂 翻的又不对 是吧 那我们呢 又得把它跟着过来 这是我们说的国语 landery 如果需要讲广东话的 来做我们的翻译呢 那我们就说 continist 好 这个呢 continist 他又翻的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要一句一句的来对照 continist 好 那在这样说了以后呢 对方呢 就会说 wait 这个呢 你看 我中文英文在一起说 他又听不太懂了 我这是 说的是 有一句英文的说 你等一下 他翻译成我不美丽了 很好笑 好 这个呢 就是这样 一句一句的 他就去 跟我们去找一个中文翻译来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 那个中文翻译来 我们就测试了到这里 这个呢 从我们刚开始到现在呢 就是这个软件呢 它是可以自动识别 我以前的这个 录像里面 这个里面呢 有一些什么样的话 就是说 你以前说了 是英文也好 是中文也好 通过这个软件的这个文本的功能呢 它是可以自动的来做一个翻译的 其实呢 我们是看到 它出了有一些错误 相对来说 在现有的这个市面上的这个翻译器当中呢 这个准确率还是相当高的 那当然每个人说话的这个仪器啊 又是说的标不标准啊 这个还是有蛮大关系的 那不管怎么说 它已经帮了我们很多忙了 如果说你要做一个真正的 加这个字幕 有类欠 有外话 这样做起来是非常耗时 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用这个软体本身的这个功能呢 好大家仔细看一下啊 我们刚才改过的几个地方 开始一个新的节目 叫每日学英语 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呢 在明亚 给医保公司打电话 通常呢 我们在引入了我们的 在登记好了我们的红蓝卡以后呢 就会寄来一个医疗卡 这个医疗卡上呢 有很重要的信息 像Member ID 我们的家庭音声PCP 还有呢 背面上有那个 Member service的电话号码 这些就是我们刚才改过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跟保险公司打电话去询问 那我们怎样去打这个电话呢 通常我们需要呢 有一个中文翻译来帮我们 传扰我们的信息 我们担心呢 我们的英语说得不好 他中间呢 有出现什么问题 那我们怎样说这样一句话呢 通常呢 我们就要用英语这样一句话来表示 Can I have a Chinese interpreter Can I have a Chinese interpreter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能要一个中文翻译吗 那通常对方听到这句话呢 他就会问你 你是要国语的还是要讲广东话的呢 那通常如果我们需要国语的翻译呢 我们就说Mandary Mandary 如果需要讲广东话的来做我们的翻译呢 那我们就说Continence Continence 好 那在这样说了以后呢 对方呢 就会说 好 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看了一下 基本上我们要改的 他就改了 当然 里面可能我还忽略了一个 好像这里还有一个 你看这里没有改过来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整个的过程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不继续在这里继续改了 我们现在就走下一步 就是如何把它导出来 在导出来之前呢 我们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我们想加点气泡啊 或者是做一个什么朗读啊 动画呀 就看看他到底能不能在这里显示出来 我们加到最前面吧 我们待会看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看 就看一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你说我们弄一个动画 在这里 波浪弹出 我们就 入场 还有一个出场 你看这刚才就是动了一下是吧 好我们再看这个朗读 朗读呢这里有两个我们想试一下 这个萌娃我们看他是怎么读这句话的啊 我们加上去 如果需要讲广东话的来做我们的翻译呢 好我们刚才是加了一个萌语在上面是不是 啊那我们呢 在接着 看下面的啊 那我们就说 continaries 我们再放一个这个在这里 好那在这样说了以后呢 对方呢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错误要把它更正一下啊 这个大家呢一定说要把它选住 听见没有就是我们刚才加上去的有动画 还有呢我们用了一个门娃在那里跟我们发音 就是跟我本身的发音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们刚才就是加上去的一些功能是吧 Mandary Mandary 这个是错的 那我们呢 再给它改一下 如果需要讲广东话的来做我们的翻译呢 那我们就说 continaries 这里有一个错误 那就是还是要把它改制一下啊 如果需要讲广东话的来做我们的翻译呢 那我们就说 continaries 这里不对 我们就把它改正过来 所以大家有空就可以在这里试一试 不同的功能是一些怎么样弄的 这个呢不会弄坏 我们呢就可以在这里有动画也可以加 暖度也可以加 还有什么气泡泡什么的 这些呢都是这个文本的这些属性 我们是可以在这里做的 那再这样 我们现在呢就试到这里了 我们做下一步就是导出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是我们在以前的这个视频上面 上面呢叠加了这个字幕 这个字幕呢我们在这里是可以把它格式 可以调整的大小 对齐在什么位置 然后什么样的方式 比方说挡读的方式啊 字体啊 还有排列啊等等这样的都是可以做 改就是调整的 这些呢都是在这一块区域可以做的 那现在呢我们就导出了 我们按了这个导出以后呢 那这里正式导出的时候要按这里 那我们说过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作品的名称 你看这个名称它是自动生成的 按照哪年哪月哪日 然后呢几点钟 那我现在后面呢再加上一个 我想让它呢就是更有意义一些 我找的时候我就知道它在哪 知道吗 那我们说是剪影 剪影 剪影 测试好吧 测试 好 这个呢下面一个就是导出到什么地方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记得它的门牌号码 这就是这个文件的门牌号码 它到底在什么地方 你看我到时候不把它记住 不把它弄好 我找找不着的 那现在呢你看我把它存在这个 我有一个叫剪影教学里面 那我就把它存到这个地方选的 它是说你选的哪一个folder 也就是文件夹 我现在选好了这个文件夹 然后呢我跟它这个作品的名字也取好了 那我们待会导出完成以后呢 我们要到那地方去找的 看是不是在那个地方 并且呢还要试一下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好我们现在就做导出了 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等待 它去导出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学的 那今天我们学的呢 实际上是用剪影这个文版的字幕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呢是有一个已经录制好的视频 里面呢本身有说话的 并且呢它又有说中文的又有说英文的 那我们呢就是要把它导进来 那首先要导进来要打开这个软件 我们在我们的计算机上 双击一下这个软件的icon一把剪刀 然后呢我们打开了以后呢就有那个界面 我们首先打开那个界面呢 我们是不是在有一个叫设置的那个地方呢 我们去试一下我们的计算机的 这个本身的参数设置怎么样 我的计算机是不是够快 那个版本是不是够新来运作这个软件的时候呢 会不会出现问题 这是我们第一步做的是吧 完了以后呢我们要正式导入我们的视频 我们今天要试的就是这个文本的这个功能键 它到底能帮我们做什么是不是 好那我们打开了第二个 就是导入我的这个已经录制好的视频 那这个视频导入了以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那个界面上有几个不同的区 这个区呢就是我可以把我的这个文件呢 拖拽到这个下面的叫编辑区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编辑的任何素材呢 它就会在那里存起来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素材导入进来了以后呢 它是如果是个视频 它呢在什么地方可以显示播放呢 我们是不是在上面的这个中间的屏幕 有一个地方呢是可以播放的 这个就是一个播放区 也是叫播放器 就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那你说我现在导进来的是一个视频文件 那这个视频有什么样的属性呢 这个属性呢 它在哪里可以显示出来呢 是不是在我们屏幕的最右边 这个上方的最右边 它有一个显示它这些属性的 那如果我是导入的一个照片 那它有照片的这个属性 比方说它的亮光啊 或者怎么样啊色彩啊 你都可以在那里调 那如果是一个视频 那是不是有音量啊 还有呢 它一些所有关于这个视频的这些属性呢 你可以在那里做调整 那今天呢 我们呢就是要把这个以前的这个视频呢 因为它里面有说话呢 我们要用这个字幕的这个功能呢 我们要把这个说话的自动的 跟我同声翻译出来 并且呢 以字幕的形式叠加在我以前的这个视频的文件上面 那我们呢 刚才做的演示就是一步一步的 让它我们翻译读出来 然后这个字幕呢 挂在我以前的这个视频上面 我可以做调整 我可以做调整大小 还有这个字体 颜色 音量等等 你都可以做一些这个调整 我们这里说的音量呢 是指这个视频本身的这个音频文件 就是以前的视频 所以大家这里一定要注意 你选的是哪一个 那那个属性呢 显示的就是跟它相对应的 你不说我没有选上这个字幕 那我要调整这个字幕的这一些 你说可以改这个字体啊 因为它怎么显示的不是字体呢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选中这个字幕的这个素材 它是一个叠加在我以前的视频文件上面的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说你的界面跟别人不一样 那就是一定你选的 没有选中我们想要做事情的 比方说这个字幕这个文件的那部分 我们要改错的是不是 那你如果没选上 那你它就不出来啊 我们也就没办法改啊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选的是什么 它的属性呢 就是相应的显示的是什么 那我们刚才也做了这个校正 因为呢 这毕竟是一个软件 它就是自动把我们以前的视频里面的 这个音频的部分呢 它把它提取出来 然后呢 把它自动翻译成相应的文字 你说的是中文 它就给你翻译成中文 你说的是英文 它就给你翻译的是英文格式 那当然它的准确度呢 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 但是在目前所有的这些编辑的这个movie的这个文件当中呢 做这个视频的那字幕呢 这个软件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其实它真的是帮了我们很多忙 就是节省了很多时间 我们只是说校对的时候 做一些修改 矫正就好了 好 我们现在看 马上就要导出成功了 成功以后呢 我们就会回到我们的计算机里面去检查 它到底是不是在这里 然后呢 再验证一下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你看导出完了以后呢 你还可以就在这里发布到西瓜视频里面 但我们这里就不是了 我们关闭 关闭以后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计算机上面去找我们刚才导出的这个文件 我们是不是存在这个检印教学这个文件夹里面 那我们呢 说是我们取了一个名字 你看看这个时间 我们也可以知道是哪一个 我们刚才取的是这个测试 那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我们看一下 播放 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来开始一个新的节目 叫每日学英语 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呢 怎样给医保公司打电话 通常呢 我们在引入了我们的 在登记好了我们的红蓝卡以后呢 就会寄来一个医疗卡 这个医疗卡上呢 有很重要的信息 像Member ID 我们的家庭音声PCP 还有呢 背面上有那个Member service的电话号码 那我们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跟保险公司打电话去询问 那我们怎样去打这个电话呢 通常我们需要呢 有一个中文翻译 来帮我们 传达我们的信息 我们担心呢 我们的英语说得不好 它中间呢 有出现什么问题 那我们怎样说这样一句话呢 通常呢 我们就要用英语这样一句话来表示 Can I have a Chinese interpreter? Can I have a Chinese interpreter?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能要一个中文翻译吗 那通常对方听到这句话呢 他就会问你 你是要国语的 还是要讲广东话呢 那通常如果我们需要国语的翻译呢 我们就说 Landery 我们呢 刚才做了一下验证 就是这个导处的文件 就是我们刚才 就是改过的这个文件 是吧 那现在回到我们 刚才讲的这些1234 这是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呢 学了什么 同时要重点指出的呢 就是说这个软件呢 我们今天学的是字幕功能的这个介绍 那今天我们呢 也讲了1234 是要怎么做 那最后呢 我们就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了 你说这个字幕是挂上去了 但是它能不能把它导出成一个专门的文件呢 这个我们说过的 简映这个本身现在呢 它也还没有这种功能 但是我们可以借助第三方的一个软件呢 可以把它导出来 今天呢 对大家可能是比较深的一点 我们这里呢 只是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就是说这个是有办法 把它导出像这样一个文本的 一个格式的 这样一个文件的 那如果以后大家学得很深的 也可以自己在研究研究 看怎样把它导出来 好那今天呢 我们主要的讲的还是说它本身的 那当然有的朋友说 你今天讲的都是简体中文的 有没有繁体的呢 繁体呢 现在这个字体呢 就是还没有在简易里面反映出来 我们呢 只能做这个简体的中文的翻译 那有没有方法可以做呢 也是可以做的 也是要借助第三方的一个小软体呢 可以帮我们做这个事情 那大家知道有这样的功能 就是说如果大家以后真的有需要的话呢 也是可以再研究研究 是可以做到的 好那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 大家回去以后呢 就是好好练习一下 按照我们今天讲的步骤呢 也就是几个步骤 一我们怎样打开这个界面 这个软件 然后在这个界面里 测试一下我们的计算机 到底合不合格去让这个软件 然后呢 就是要怎样呢 去开始创作 把我们以前的录制好的视频呢 把它导入进来 当然这个视频呢 一定是里面本身有说话的 你要没有说话呢 你用这个字幕 你都没有说话 它也不能识别是吧 这点是大家要注意的 那导入以后呢 我们就要用它的这些功能 就是文本的这个功能 要知道到哪里 去把它按一下 然后呢 接着第二步要按什么地方 第三步要按什么地方 然后呢 这个文件生成了 它叠加在什么地方 然后下一步就是我们要做测试 那这个测试呢 就是你一定要按对地方 如果按的地方不对 这个属性区 它是不可以把这个 它的属性显示出来 那我们想要改呢 你也改不了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今天是字幕 那就是一定要按照显示出来的 这个字幕 然后我们才能做修改 然后这个字幕的大小 然后我们是可以调整的 然后呢 你说我加一些花样在里面 可不可以 我们刚才也是了 有两个小功能 那大家也看到那个效果了 所以大家进行的在里面试 没有关系 好 那完了以后 说我已经校正完了 那我怎样把这个文件导出去呢 那我们最后也讲了 怎样把这个修改好的 这个文件把它导出去 导出去的过程当中呢 要注意两个 一个是文件的命名 第二个呢 就是导出我要存在我计算机什么地方 这个是蛮重要的 你如果不知道地方存上了 你也不知道存哪去了 下次找不着了 好 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主要内容 大家可以回去复习一下 好好实践实践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关注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